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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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嘲笑 是一種幫助我前進的一種動力 本來走上發明的路 是為了自己來解決行動的困難 自己的問題解決之後 看到別人很多的問題 也可以設計工具去幫他解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歲的時候 媽媽帶我去打小麻痹的疫苗 打到過期的 所以從三歲開始 就下半身都不能動 小時候趴在地上 像鱷魚這樣爬 家裡又窮啊 然後沒有受很多的教育啊 所以很多鄉下的阿伯阿伯 都會笑不笑 會笑我像小狗一樣啊 以後只能當乞丐啦 以後會變廢人啦 那我就小時候不可以當廢人 那不可以當廢人 就要認真讀書啦 所以小時候讀書都非常認真 那我拿過那個技能競賽的金牌 那想說畢業之後 應該很好找工作了 可是啊 大家看到的都不是我的能力 看到的都是我的外表 所以找工作 找了兩百多家才找到 但是找到最後啊 我很認真的做 我一直從設計組的組長 設計課的課長 我到最後當到研發部的經理 發明是我的興趣 也是我的生活的重心 那看到人家不方便啊 不舒服 不協調的地方 那個晚上我就睡不著 所以把人家的問題 當作自己的問題 三十年前我看到一組新聞報導 成功大學有八個大學生 被火災給燒死掉 那我就開始想說 我應該來設計一個工具 讓人家發生火災的時候 會從樓上輕鬆地逃生下來 緩降機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用電 不管是一個小朋友七八公斤 或是一個小胖一百公斤 它下降的速度一模一樣 這是我覺得我一個很棒的發明 我的行動是比較慢一點 但是任何東西我都靠自己來做 我騎的這台車子是我自己設計的 三十年前去豬原合作廠 找了很多零件 花兩百塊錢而已 一天畫圖 一天組裝 把它組裝起來 跑得很快 因為它有63段變數 這台車子陪我去過三十幾個國家了 我到現在發明的東西也超過兩百樣以上 然後有申請專利的大概二十幾樣 那現在有在量產的大概五六樣 我的發明 只要是病人啊 身臟朋友用的用品啊 我都不申請專利 因為這個是要解決人家的問題 我覺得都花點煩惱 我現在六十二歲 我的人生最後一個夢想 就是要把我的四十幾年來 從研發設計 廢圖製造 跟行銷的經驗 交給很多人 那交給誰呢 跟我一樣 找不到工作了 然後身體不方便了 訓練兩個月之後 給他工作 然後給他有薪水 讓他能夠有一個舞台 讓他活得能夠有尊嚴這樣 我的第五工廠大概今年年底會蓋好 所以年底開始就可以造成了 所以鼓勵身臟朋友 多學習 多看書 然後有遺跡之場之後 那人就活得比較自信 再我找到任何一回事 brigens修正